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他们发表的时候我也有去看 那我觉得他们穿那个衣服蓬蓬裙 然后能够颠脚站起来 哇真的是很美 因为我站姿真的很不雅 真的站姿就像一个真的怀孕妇女这样子 连在公车上人家都要让位给我 第一次穿紧身衣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看镜子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穿紧身衣啊 然后我就问老师说可不可以不要穿 老师说要穿 我一定会说服你最后还是要穿紧身衣 因为穿紧身衣的时候原形毕露 所以你就必须要强迫去面对自己 但是你在过程你一定会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我是很理性的人我就觉得说 我既然要学了我就必须穿 真的是人家会被笑 其实那都是多想的啦 因为就是你自己不能接受自己 比如说你接受你自己的体态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你要接受自己的能力 可是你又不能只有接受 因为你来就是要改进嘛 当你能够觉得你的学习甚至是一个享受的时候 那真的是很快乐而且你已经六十几岁了 你还能够享受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最快乐的事情 在跳芭蕾的过程当中 我渐渐地就去找到自己的核心 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不太有什么时间 也不太有什么机会 去顾虑到别人的眼光 那我们在小时候都会 从别人的眼光去得到自我的肯定 但是现在我却在这个舞蹈当中 看到一个自己可以站好 我可以这样 我很为自己感到很开心 感谢观看